带撞炮枕 我们这个人的肚脐 我以腰蛇为例 好这个穿过去红红的一条量穿过去 我们在揪的时候揪这边揪这边这就是劫法 劫法 劫法就是一劫他的时候病就不进了就停到了 五行上面来说 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治经跟去治末 我们去治经就是一种劫法 一劫到此为止 病不会再进了 然后我们再去强木的时候把硬把火推到土上面去 循环就回来了 好就正常 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劫法的观念 劫法 那 尾中这地方汗很多所以我们都不 不不不咎的 都放血 下针 所有的皮肤病 都可以放在尾中放血 牛皮血 再严重的牛皮血 我以前治过一个病人 这个牛皮血就长到尾中 很讨厌的 而且很厚 还长毛 很黑黑的 毛很厚 他就在尾中 老师他就在尾中上没办法放 就是叫你尾中放 对不对 你知道我意思吧 老师他尾中没了被那个牛皮血遮住了 太好了嘛 正好在这里面对不对 下针下去火灌去吸 消得很快 尤其发血 皮肤血 尾中放血效果非常好 皮肤病 都可以在尾中上放血 所以是解毒的大穴 解毒的大穴 那尾中呢 直下三寸 直下三寸 这个 我们就有个穴道 叫做和阳 在介绍和阳的时候呢 我跟诸位 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我们针灸的 智政 这个我们古人的 创出来很多 这个类比法 有这个类比法 但用在这边就是从我开始用 所以你们呢 以后也会用到很多地方去 没有人会用的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类比法 什么叫类比法 比如说 我这里是 你看好 这腰 我这个我们这个 屁股在这里 你看这个像 老师这个像是个人字纹嘛 对不对 肛门在这边是个人字纹 那尾中呢 这个腿下来 尾中在这边 那个腿肚呢 也有个 颠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个纹 人字纹 所以陈三 那这个是我们后面会介绍的陈三穴 这个陈三刚好跟这个 肛门是对到的 所以陈三是很有名的 痔疮的大穴 手上呢 你握前肌肉强一点的 这边也有个蚊子纹 这边就是孔坠穴 此则下三岁的孔坠穴 所以孔坠穴对痔疮 一样效果很好 好 那你既然这是肛门 这是腰 那中间这个是不是 腰下的地方 部位在这里 好 现在有一个人 我这个背痛呢 这是肚脉 我是在这一条筋痛 但是这条筋呢 我最痛没错 上下痛 但是最痛的地方是这个点 好 那你在彭彭筋上面 我们就知道 这是左边 我们在右边的尾中下针 对不对 右边尾中下针 下完针以后呢 他这个点缀痛 我们就在这个点的肛门和腰 有没有肛门和腰 我们就在这个后方 用手指头去按 会找到一个压痛点 压痛点 这个压痛点呢 没有定位 不定的 按照这个痛在哪里 当你找到压痛点的时候 针从这个压痛点 一下去 这个点的痛就没了 好 一级就中 所以说 你如果是一条筋痛的时候 我们下尾中一下就好了 可是那他痛完了 就剩下一个点痛 好 就用这种手法 好 那我临床上看的时候 如果这是右腿 对不对 临床上看的时候 越靠近腰椎 的地方 越靠近腰的地 那个多脉的地方 就越接近这一块 越离开多脉的地方 越接近外面这边 这临床上看 那怎么来的 就是 这是腰嘛 尾中是腰 那这个是肛门 所以你把它 把这个人的下体呢 把它放到这个腿肚上面 好 这就是内比法 好 这个治疗腰痛 效果非常好 那这个 尾中下三寸的和阳穴呢 一样 是辅助尾中的嘛 都以尾中为主 好 尾中为主 再来呢 这个陈经 这个陈经穴呢 在尾中 这是尾中 和陈三的正中间 这个穴道呢 就叫做陈经 金 金骨的经 顾名思义啊 抽筋啊 什么都可以在这里下针 脚不能动啊 居卵啊 通通可以在这里下针 好 这个 陈三穴 好 在 陈三穴跟尾中的中间 就是陈经 或乱抽筋啊 好 通通可以用 再过来我们介绍这个陈三 这个陈三用的地方非常多 包括 脚抽筋 常常抽筋 那你如果跳到游泳池里面脚抽筋怎么办 就去手指头去压中压陈三 金就解掉了 好 那在临床上 痔疮大量出血的时候 我们下陈三穴 揪陈三 揪 下针 下孔坠 揪孔坠 都会有止血的效果 而且止痛的效果 好 止血止痛 那你现在就知道了 老师 现在有一个人痔疮很严重 痛的钥匙 走路都给你一个那把 那个那个跨的好像骑马的姿势 好 两个腿都不能 那个弯的一位肛门 那个腿不能病隆 病隆 那个痔疮很痛 那我们下长墙 对不对 下长墙 下 陈三 下孔坠 那痛就去掉了 还有痛 代表那个痔疮肿很大 天硬放血 把它放掉 那浓血放掉 放掉 痛呢 是来自压力 痛不是来自发炎 很多的浓血压在那个脊在里面 造成那个痔疮 顶得很大的时候 那个才来的痛 那是压力产生的痛 所以你把那个浓血一放掉 就压力一去掉以后 痛就去掉了 当然痔疮放血 第一个 戴手套 第二个手抓到痔疮 放血针放上去 火关套上去 套到痔疮上面 抽 要乱套 这个出的事情是 你不会死人 但是你自己倒霉 不能怪病人 是你搞的 那 这陈三 那我们尾中跟陈三 常常并用 这来在中风上面 尾中的腰背 尾中球 所以尾中 增下去后 腰背的力量会加强 腰背的力量会加强 好 那我们下针陈三 陈三那样 脚有力 中风的人脚没有力 下陈三血 脚就会很有力 好 好 那 临床上一个姿势很好玩 这个 妇女很多 小姐 爱美 穿高跟鞋 结果都不小心 踩到这一摔倒 尾椎骨撞到 哇 你都不晓得 那多痛苦 这个尾椎骨一撞到 人真的是 因为都迈 都迈了 那个刚开始的地方 所以说 很痛 怎么处理呢 刚开始心伤的时候 在陈三血 你就会看到 那个清筋扶起来 清筋扶起来 有的时候在右腿 有的时候在左腿 有的时候两腿都有 就是陈三血附近 针对尾椎骨受伤 这个时候 你拿那个放血针 砸它 一砸那个血 一放几滴出来 当场就好了 好 当场就好了 那效果就那么快 好 伤科的 大穴 那其他 脚后跟痛啊 脚近无力啊 抽筋 通通可以在这里去 那记得 陈三穴下针 一定要 脱到骨头上 好 脱到颈骨上面 好 脱到颈骨上面 好 尤其是抽筋 刚抽筋的同时呢 你手去按它 筋就慢慢慢慢松开来了 好 慢慢松开来了 陈三穴呢 往下 好 这样子看 往下一寸 再横开一寸 因为阳经都是往外走的嘛 好 所以 陈三在这边 你找到陈三穴了 好 陈三穴 陈三穴往下一寸 再外开一寸 就是我们的飞扬 在这里的飞扬 好 那飞扬呢 就是 膀胀经的 主要是落穴 刚刚那个落是 别落 就是比较细小的 这是一个飞扬穴 它的落穴 这个刚好 这个飞扬穴 就在我们的人质横文鸡的 这个头 鸡头肩 这个地方 下针记得 一定在两个鸡肉的中间 或者在 鸡和肉的中间 或者两个鸡的中间 或者是鸡和骨的中间 或者是鸡肉和骨的中间 那这个就两个鸡肉的中间 叫飞扬 那你看这个是飞扬 就是 下了针就脚可以 像飞猫腿一样 那你脚不能 跑步对不对 那老师前面讲的竹山里 可以 你下竹山里 背后你可以下飞扬 神山 都是让脚 强壮 脚的好穴道 那中医 一般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你如果手受伤 没关系 手受伤你不能动 没关系 因为人是动物 动物就要动 你手受伤脚还是可以动 还是走路 你一旦脚受伤不能走的时候 一坐在轮椅上就完了 所以我们脚受伤想出办法 要让它赶快好 这是一个定理 那 这个人被设计的很奇怪 手的力量没有脚的力量大 所以说脚受伤 恢复的速度也很快 比手的恢复的速度还快 那你看啊 这样这个痔瘡啊体重 痔症都差不多 有没有 不能久坐久力 这种力结封啊 都是风湿性关节炎 非要我们我刚刚讲 我们最主要是用戴 这个落穴上面 这个脚力脚没有力量 再来呢 我们介绍这个富洋 富洋穴 这个 右腿 外侧 来看 这个腿下来 这脚后跟 这脚后跟骨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外怀裸在这个地方 这边呢 有这边呢 有一条大筋 好 这就是一个 宽骨的骨头在这边 脚后跟骨在这个地方 好 后跟骨在这边 这边有大筋 好 我用黄的 这些 这边有大筋 这是怀裸 从 大筋 和外怀裸的正中间 这个穴道 我们称之为 昆仑 从昆仑往 顺的上去 三寸 这个三寸的距离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富洋 富洋穴呢 是杨桥 桥脉 杨桥的吸血 杨桥的吸血 那这个 一样 治症跟治疗的症状 跟 飞扬啊 陈山差不多 现在我们待会会介绍到桥脉 我会提到一点点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昆仑穴 昆仑穴呢 在后 脚后大筋 跟外怀裸的 外怀裸的正中间 好 这个穴道 昆仑 那昆仑呢 是治疗 专门治疗 向背痛 后向 向背痛的 很有名的穴道 很有名的穴道 那这边呢 要介绍个鳍穴给你 从脚后跟 往上三寸 从足后跟这里 往上 三寸的距离 距离先找好 脚后面是个大筋 脚筋的地方 就大筋的 正中 就在那个筋上面 好 这个穴道呢 我们有个鳍穴 这个鳍穴呢 我们叫肖基 肖基嘛 东西有东西 基聚 皮块 东西累积到了 我们都可以用肖基穴 好 肖基穴 那 这个穴道的一样 我们可以用作诊断 你把那个人 躺到床上 这个 敲击去 比如说这是床 这是床脚 那你呢 腿呢 放下来的时候 大腿 这个 这个 成山 到后跟的时候 你要让后 这个脚后跟这样 放到床下面 你如果说 床是这样子 结果你的 小腿这样下来 脚后跟是这样子摆 脚是这样子摆 你这部穴道会移动 所以最正确 找肖基穴的 是让脚垂在床沿上面 然后从这个地方 上三寸的距离 三寸 正好是三寸的距离 三寸 你可以用 这个原子笔管 或者不要太尖了 去压 这个两个筋的中间 如果两个筋的中间 消肌没有压痛 代表这个人身上没有肌 没有东西累积在里面 如果有压痛 一个脚 左脚或右脚 都代表身上有累积 阴肌 就是有皮块 有肿瘤在里面 那同样你治疗它 你可以在这边下针 那治疗完以后 你怎么知道它肿瘤没了 你再去压它 没有痛感 没有压痛点就好了 这个穴道在两个筋的 筋的大株正中间 所以我们下针的时候 那个针 放到那个筋 那个大筋 那个手指头把大筋抓住 手指头把大筋抓住 那个针直接从筋的正中间下进去 砸到那个骨头上去 一针从这边呢 就直接砸到骨头上去 病人躺到的时候 我们找到帐篮到穴道的时候 这个针就这样下进去 从大筋的中间一路穿刺到骨头上面去 振扎在筋上面 平常筋上是没有穴道 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特例 一个例外 这是我们的消肌 那坑能穴呢 膀胱经的金穴 防关筋的金穴 是火 那孕妇不能下针 下针会落胎 小孩子会掉 容易胎会滑动 胎会滑动 所以我们平常用在 生完小孩以后 如果是胎牌没有出来 胎一不下 我们下昆仑 可以让把胎牌拿出来 会容易落胎一 那就是生完小孩以后 昆仑呢 再来是瀑身 这个瀑身穴 像我们很多人呢 足跟痛 这个人脚后跟痛 那瀑身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 这是昆仑在这边 昆仑的下到骨头旁边 昆仑在外怀裸 跟大心的中间 从昆仑在下来 到骨头旁边的时候 这是昆仑 这就是瀑身 瀑身穴 那进取穴的话 我们治疗后跟痛嘛 后跟痛 足后跟痛 那有的人脚后跟 不能踩到地上 很多啊 这种病很多 一般来说 中间的观念 你们认为 脚后跟的问题 都是肾脏在管 好 所以在 在 我们介绍金柜的时候 会看到 只有一个方子 六位地狂丸 六位地狂丸 专门治疗后跟痛 那这个 就是肾的问题 肾脏在管 脚踝裸这边呢 大部分出问题 有水肿啊 大部分就是心脏的问题 那全部下半身水肿的话 就是肾脏有问题 好 好像刚刚那个我们的病人可以下 好 补生 再来呢 深脉 深脉穴在外怀裸下这个地方 五分的地方 好 深脉 好 我画个比较清楚的给你看 这个是右脚 后跟 好 这个脚后跟这样子 好 这外怀裸 从外怀裸下五分这个地方 叫做深脉 好 这一样跟这是右 好 右腿 外侧 外侧 那这个深脉穴呢 你从外 你自己去摸 这边有个鼓缝 这个鼓缝呢 好 就是深脉穴 我们下针的时候 手把从这边下进去 斜的 45度这样穿射过去 不是直的进去 只是45度穿射过去 这个深脉穴 主的是 阳桥 阳桥脉呢 深脉在管 好 深脉在管 所谓桥 就是你顾名思义是一个竹子边一个桥 就是脚 可以 可以 可以往右边 脚可以右转 可以往外转 就是桥 阳桥 脉在管 脚可以往内转 好 就是阴桥 脉在管 好 所以往外 往内 往外 好 你看 你往右侧走的时候 两个脚走的时候 你的右脚是不是往外 左脚往内 所以阴桥 阳桥是平衡的 你就能够控制自如 好 那有的人呢 他不能转弯 好 还有的人呢 走路停不下来 还要往前冲 还有就是 有的人呢 走两步退一步 好 还有人更可怜的 走两步退三步 好 那就阴阳的不平衡 我们都有一定的治疗法则 好 好 基本上你才学到 哦 老师这个桥脉 把左转右转 好 就是阴桥阳桥 所以才能让我们自由的左转右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颠鉴 鉴并的时候我们揪阳桥 鉴并所谓的揪阳桥的时候 讲就是揪了什么 生脉穴 好 隔疆揪 那贴在外 隔疆放生姜在这边 在这边揪 这叫颠鉴用的 上次介绍过颠鉴的自证 这里就不讲了 就是诊断的方式 在揪 这个揪阳桥的时候 一定是鉴并 骤发 就是白天发鉴并 好 骤 发 白天发鉴并的时候 我们要揪阳桥 好 讲这句话 讲的就是要揪生脉 耐呢 夜发 就是揪他的召喊 我们下面会介绍到 圣经的 就是正好在阳桥的对面 内怀裸 内裸的下五分的地方 好 所以阳桥阴桥 刚好在怀裸的两侧 好 那夜发的时候 好 我们就要揪阴桥 好 揪阴桥 好 揪阴桥 那 白天晚上都发 阳桥阴桥都揪嘛 好 揪 那揪到什么程度 揪到 一天你可以揪个八九 九状 十一状 十五状 十七 那个脚上火系都不会上来的 好 你可以有空就多揪也 那 AZ揪到 今天比较揪到九状停下来 明天再揪 揪到那个 我们的鸡爪精在眼上慢慢退下去 跟眼 跟眼框 那个黑眼珠没有碰到 就不会发 好 那你还有在那边 但是你知道它不会发 但是还有 继续揪不要停 让它整个收上去 好 就是针灸 我们来治疗 颠件的 好 颠件 这个精门呢 是膀胱精的吸血 好 膀胱精的吸血 好 这个 它组织的症状呢 一样 你看都是什么 这个 伸展啊 不能久力啊 好 那 这个 精门血的 倒血的方法呢 在 我们这个脚 脚骨头 这样子画 我们从正面这样子看 好 这个小指头 这是第二个指头 第三个指头 第四个指头 第五个指头 脚 我故意这样画一个地方给你看啊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 这边有个凸骨有没有 你摸脚的外侧是不是有个凸骨 这大指 脚的大指 这是左脚 好 左脚 那这是小指头 在脚 脚掌的旁边呢 这边有个凸的骨头 对不对 有个凸的骨头 那这个凸的骨头呢 前面 就是我们的筋门 这个凸骨再过来 好 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 筋门后面的血脚叫筋骨 筋骨穴 所以这个筋骨穴 刚好和筋门呢 就隔了一个骨头 脚措的骨头 所以这个脚 比如说这个脚措的骨头在这边 我们下针的时候呢 筋门穴和筋骨穴 我们要下针的时候是直针 这样进去 正好这一针砸在这个脚掌骨 第五脚脚趾骨 跟这个肌肉的中间下针下进去 这是 这个 膀胱肌的膝穴 再来呢 这是筋骨穴 那前面介绍过 这个膝穴呢 都是能够止痛啊 消炎症痛的穴道 那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筋骨穴呢 就是膀胱肌的什么 圆穴 好圆穴 膀胱肌的圆穴 那圆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虚症时症 通通可以在圆穴上 圆穴 好 来砸 这个只要砸圆穴 那不管虚实 好 甚至你增进去 平补平穴都可以 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做补穴 进补 那 越靠脚旁边的 它的穴道的力量就越强 好 所以强烈的头痛啊 膀胱肌的头痛啊 我们下轻骨穴也可以 好 再过来呢 是束骨 我把它放大给你看 好 因为续到很重要 我们把这个同样是 我们画右脚 好 右脚 这个 到了这个 骨尖以后 到了我们到了小指头 好 脚趾头 这个脚 这个指甲 好 那 内部看的时候 它里面的骨头呢 好 那个脚趾骨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边有个 好 偷出去 一个小骨头 那 这两个中间有个软骨 好 所以软骨 那我们在 砸束骨穴的时候 好 束骨 这个束骨穴呢 就在 这个地方 这个小指头 小指头的后方 这边有个 凸的骨头 前方呢 好 就是我们的 通骨穴 这个后方呢 就是我们的束骨穴 这个束骨穴呢 是膀胱筋的 子穴 子穴 因为它是膀胱筋的鱼穴 膀胱筋的鱼穴呢 是木 精水木 这是木 木刚好是水生木 它的穴性是木 所以说束骨穴呢 就是膀胱筋的子穴 专门治疗膀胱筋的什么 实症 现在有个病人来了 他说 我这个背痛在这里 那你问他 痛几天啊 痛五天 三天 实症 那在右边 在左边痛的时候 我们砸右边的什么 束骨穴 右边痛我们砸左脚的什么 束骨穴 这个子母的 选穴 大部分都是 经络上的 痛 比如说 我这个肺筋痛 那你痛才三天 我就砸肺筋的子穴 齿则 那咳嗽三天 我不会砸齿则 我会 要砸身的话 我们就用余目治疗 比如说肺的木穴 背后的肺的疏穴 所以余目治疗 大部分我们治疗什么 内科病 那 子母补穴呢 都是治疗 经络上的痛 经络上的痛 那像背后生仓都在 你看这个背后有仓啊 什么生龙仓啊 化龙啊 都在膀胱